清晨相立幼儿园办理亲职座谈会 共有一百多位家长共同关心学童的教育 由相立幼儿园园长吴素珍进行人物报告 针对一百一十二年度幼儿园教育方针 政策以及各项建设进行报告 乡长和李台任职后致力于提升幼童的学习环境 推出一样午餐免费 免费的生活门语课程、游戏场改造等等 让学童能够有安全快乐又有效率的学习环境 今年相当座谈会最特别的是 加入有趣的相关课程 让家长也借此增加更多幼儿养育的新知识 今年安排了幼儿饮食与健康的讲座 特别邀请花莲直系医院小儿部 儿童肠胃科张云杰医师 为家长分享孩童的健康饮食 让父母亲了解如何用正确让幼儿饮食 让孩子健康成长长得高 将咱们感谢相当和李台每年办理亲子座谈 每年座谈会当中 家长对各项的教育政策 也针对项内建设福利提供非常多的宝贵意见 相公所评估之后 推出各项教育政策 有效地提升学童的学习成果 请卢书馆尽量做亲子方面 等等DIY的一些亲子的教育 这个非常的重要 包括我们各族群的一些 包括丰联记 各个族群的 原住民的各个 相当文化传承的活动 我们都希望 小朋友都来参加 这是各个族群在整个文化传承 让年轻人 让小朋友都来参加 就是从幼和教育来开始 我们为什么未来 在幼和医院里面要做这个 梅尼的一个教育 我想梅尼现在是世界上的一个理念 共同的理念 未来当然也是我们的汉文 但是呢 我们从小的时候 他接触这些环境 这些知识 让他吸收的时候 未来对他增长的一个地点的过程当中 多伦都给他很大的一个协论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 到小朋友 到国中小信任相对 到国中小 国中小 只要优秀的赠金 我们发给奖学金 就是过去都没有 为什么要来这么做 我跟各位家长来报答 你不要概念 小朋友 他拿到两千块的一个奖学金 剩一千五块的奖学金 对他人 这是莫大的一个鼓励 和国产各位一样 如果在国中小的时候 收到学校的这个肯定 收到香港的这个肯定 虽然是小小的 一千块两千块 一千块 在对他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会谨记这个 他要做好事 他要怎么样 帮助世卫 需要帮忙 向南克里才表示 相对幼儿园的园长服务于本乡 幼儿园近45年了 全心全意为孩童的教育而努力 现在将公所团队与幼儿园教师 将每位学童当做自己的小宝贝 与家长携手 共同用心照顾每位学童 今天利用亲子做堂会议 共同探讨学童的教育 并了解家长的建议 很感谢家长们对相公所团队 以及相对幼儿园的肯定 更期盼未来的小主人翁 能够平安喜乐成长 未来也会关心地方事务 成为社会有贡献的好模范 记者金鸿一新城相报道